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随着灰狼队和决心队的系列赛也已经开打 其实西部半决赛的零组对战也在独行虾4比2系列赛打赢快艇队以后产生了 即雷霆对战独行虾 这组对战其实和灰狼决心那组一样 那组是相当有悬念 简单来讲 或许分析以后可能会有一方是稍微有点优势 但毕竟球是圆的 两队最从谁能拿下系列赛晶级西角是无法很明确能预测出的 所以本期影片一样的 今天这一部影片会稍微把两队要赢球的重点梳理出来 希望给大家在看这组对决的时候有多一点乐趣 那我们先来看常规赛的部分 本季雷霆对和独行虾一共有4次交手的机会 而这4次的交手中 雷霆对战是赢下了3场比赛 不过两队的战力差距真的如此庞大吗 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第一次的对战 雷霆对战是差一点就输掉了比赛 甚至一度是让独行虾打出了一波30比0的攻势 让雷霆队最终化掉了大幅度领先的分数 竟以6分显胜 那么第二次的对决 这一次独行虾是大成35分打败雷霆队 这一场对决是在独行虾迎来这种大变动以后的对战 继Daniel Gaffer和Pitcher Washington的加入 可为是直接展现出和Luka Doncic打球的死心 目前两队都各自拿下一场胜利 至于后续两场对战虽然全数有雷霆队赢下 但个人觉得是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的 因为第三场独行虾是少了Luka Doncic 第四场也选择让大部分所发战力轮秀备战季后赛 所以雷霆队拿下胜利只能说情理之中 完全如与其般的一样 那么以上讲下来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到如果一场归赛表现的角度切入 至少一两只球地的场上表现来看 其实战力真的差得不会太远 我们先来看雷霆队这一边的一些营出重点 那么第一个 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雷霆队一定会拿Ludot去守Luka Doncic 所以究竟能限制Luka Doncic多少 这个是第一个最简单来思考的问题 那么雷霆队其实针对Luka Doncic要守Point of Attack的人选还真不少 先来说主要看防Luka Doncic的Ludot 其实索隆面对醍醐对Ludot可为是Brandon Ingram首到失常 整个系列赛经有场军是4.3分4.5篮板3.3主攻 投篮命中率34.5% 三分命中率25% 而且这里再补一组数据 常规赛当Ludot作为主要看防Luka Doncic的防守人时 Luka Doncic的投篮命中率已经有25% 所以Ludot作为这个系列赛主要守Luka Doncic的人选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刚才说了其实雷霆队有不少守Luka Doncic的人选 接着还有一个就是Kason Wallace 另外杰仁Williams也是一个有身材的单防点 SJ的防守能力更不用说了吧 而且别忘了阵守进去的还是全联盟分盖输第五的Chad Hong Green 而且从索隆系列赛其实能看到 要限制Luka Doncic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消耗他的体力 所以用七场四胜制的赛制来看 其实雷霆队是有机会做到很大程度 限制Luka Doncic的破坏力 那么再来 解决了Luka Doncic是一个点 雷霆队要如何限制Kary Irving的发挥呢 要知道 Kary Irving在索隆面对快艇队的整个系列赛 是有场卷26.5分 5.7篮板 4.7主攻 并且正是在50.4%投篮命中率 44.9%三分命中率的情况下做到 而放到场规赛来看 两次对阵雷霆队的场卷得分是30.5分 以62%的投篮命中率做到的 所以雷霆队要拿下这个系列赛 很明显针对独行下双星的防守 是需要投入更多的防守精力 或许说要阻止他们有点困难 但透过快艇队赢下的两场系列赛就能知道 只要有办法降低他们的进攻效率 那么独行下整个进攻的成效和威力将会小很多 毕竟正中其他权主要都还是以接应为主 自主进攻能力不强 所以在假如双星同时在场 Ludolf负责对于Luka Doncic的话 那么守Carrie Irving的工作将会是更多 落到减了William身上 而且相比Luka Doncic 我反倒觉得Carrie Irving比较麻烦的地方 在于他的切入 毕竟他的终结手感应该是中所皆知的好 真的不是一个切红群好的 虎框能力就能补齐的 那么再来 就是Josh Giddy在进攻端的成效 在雷霆对苏的那场场规赛对战 其实独行下部分赢求的重点 是完全放透Josh Giddy的外线 最终在他九头三中的情况下 也说到非常好的成效 不过尤其那场比赛以后 其实能看到Josh Giddy比起去投这种 对手希望他出手的回合 反倒是更多选择切入到篮下 要么取分 或是透过撕裂防线解放队友的出手机会 不过所轮对阵梯护地的系列赛 Josh Giddy的外线命中率是有高达50% 长军出手4.5颗外线 不过可以肯定面对独行下 Josh Giddy是没有办法延续这种外线的表现 毕竟就是超乎正常水平 总结会矫正回归 而且独行下也一定会执行 放投Josh Giddy的防守决策 所以一旦如此 那么Josh Giddy必须要懂得 在辞出或是无处断 利用身材去制造得分机会 甚至因此解放别人的出手机会 但假如他能够所有超过40%的外线命中率 那我想独行下的部分就会非常麻烦了 那么雷霆队的迎求重点基本就是这些 独行下的部分 个人觉得从索隆看下来也就两点而已 第一 就是独行下的Daniel Gaffer 以及Derek Live里两人的表现 其实不用说索隆季后赛 甚至常规下我们也可以看到 雷霆队在面对到有身材的景区球员 甚至说具备水準以上运动能力的Roman 他们是没有办法限制住的 常规在Daniel Gaffer对阵雷霆队的三场比赛 是能以62%的投篮命中率得到场卷15.7分11篮板 而Derek Live里则是两场比赛 以夸张的92%投篮命中率得到场卷12分组篮板 如果雷霆队尤其前两战 没有办法减少他们在景区得到处的机会 那么独行下是一定会疯狂让双星打档菜的 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也就等于独行下有机会逼迫雷霆队 因为身材烈石的问题 而转达自己较为不擅长的大个子阵容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将会非常考验 撤红军的虎框能力 那么再来 我觉得双星的表现反正大概就是 保证球队基本的竞争力了 然而是否能赢球 甚至拿下这个系列赛 个人觉得角色球员其实也很重要 比如像是Pieter Washington Tim Hardaway Jr. Maxie Kliba 甚至Derek Jones Jr. 只要这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人 每场比赛都能够打出一点表现 那么压力就会来到雷霆队这边 毕竟这就给独行下双星进攻状态的容错率大大提高 而反之 如果雷霆队像是Ludon Kason Wallace Aaron Wiggins 甚至刚才讲的Josh Giddy 如果进攻段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 就算独行下双星再怎么交出什么顶级表现 雷霆队讲真的要赢下这个系列赛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么预测的部分 讲真的看到雷霆队索轮虽然是横扫醐队 但不得不承认他们进去 真的是无法锁住Jonas Valentinius 而从索轮的对战可以看到 雷霆队在掩护不管是针对词球者 还是无处的队友可维持之心的 非常透彻 考虑独行下后场不管是凯瑞 Irving 或是Luka Doncic 都不是一方所闻名的球星 让我掩护能力不算差 但也没有特别突出 所以我想雷霆队的掩护针对词球者 或许有双星的队位 尤其在这个系列赛 有机会打得比前一轮系列赛还好多 而独行下这一边 虽然是赢下了没有Karlane的快艇队 但其实进攻段 他们是没有像Jonas Valentinius 那么进攻多元化的中锋 去惩罚雷霆队的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 独行下的空间威胁和篮板能力 将会是这一组系列赛很重要的看点 而整体目前是更倾向独行下占预的 而且独行下这一边 就算讲双星的防守或许不是那么出色 但其实在交易大线以后 独行下的防守都是联盟前段般的表现 这主要源自于迎来的P.J. Washington 得以打出之前Gran Williams被期待的定位 以及Daniel Gafford到来的进去战力填补 说真的 独行下现如今的十字战力搞不好 都不是常规赛所展现的戏区前五 毕竟别忘了 他们的战绩满大部分因素 是被上个赛级给拉垮的 所以最终预测 独行下4比2战胜雷霆队 晶级西部决赛 好的那么关于雷霆 独行下的队长分析和预测 整理的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认为最终会是哪次球队晶级西部决赛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 要出让我找到你们的想法 你要喜欢本期影片 也不妨点下YouTube频道 以免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追踪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